請教馬律師 他不講他的太太是誰 他難道日本不需要登記嗎 要 會登記 還要結婚登記 對 那至於因為日本結婚離婚都要登記 但是日本的結婚登記 基本上面 而且到他們互證事務所去登記 但是我 要不要到互證事務所 據我瞭解他們蠻注重隱私的 他們一般的公務員不會去隨隨便便 去跟狗仔講說那個這個 這個有滑兵選手來這邊登記的 我知道是誰 不會拿給別人看 他們不會這樣做 我跟你講都會傳出來啦 他們不會 公務員不會直接去告訴他們 不然的話早就流出去了 對 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是說 你知道那個與生結婚在日本多受歡迎 那特別是女性太喜歡他了 就是因為有這個原因 所以他去到護證事務所會暴動 真的 所有的公務員都跑出來 想要跟他合照 也許會有這個機會 但是後來事實上 狗仔隊也找到了 只是我不知道狗仔隊的來源 是不是在支援他的公務員那些 公務員體系登記的部分 我們這個無從無從得知 但是我的看法是他們這對婚姻 其實你說他們愛還是不愛 如果我用比較正面的方式解讀是 他們在結婚前就考慮過 是一個媒體下面注意的焦點 雙方可能有共識說 不要把我名字曝光 才有這樣的一個聲明 他們如果一看是基於不要讓外界 影響我們的生活 指指點點用發展去看 他會寫這樣一個聲明說 不告訴大家我太太是誰 也許是共識 太太沒有抱怨 後來他發現結果這樣也沒有用 反而是更瘋狂的 讓這些鯊魚往上咬 然後雞蛋也有風 後來真的查出來了 那麼騷擾就不斷 那很可能就破壞了 他們當初的協議是說 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們沒有辦法應付這樣的一個生活 想說 啊 沒得 天啊 馬綠 你結婚了 你的太太是誰 難道你不用有一天 你要帶出去嗎 我會認為這樣子 假設我是跟一個很有名的結婚 我會跟他講清楚 我們生活要怎麼做 如果我是很想紅的 我說老公 把我名字替光出來 反正我順便帶貨 可以去上 去帶貨 然後去演奏 這個都OK 夫妻之間有名人結婚 有很多是商業利益的考量 對不對 你把我公開出來 我說好 我就可以繼續 我是你的老公 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可以更紅 可以接到更多的一個代言 甚至可以出書 都可以 但是如果他們的默契 是這樣子的話 你看他後來的離婚聲明 並沒有說 我太太抱怨我 都不重視他 從頭到尾 都沒有把他的名字公開 所以他這樣指責我 讓我兩邊身受身心懼罰 導致我不想沒有辦法維持 繼續婚姓 他反而不是 他就講一句話 如果今天雙方的共識 是不想讓大家檢視我們 尤其是我們要來瞭解 他是女生大男生 八歲 你也知道我們這種媒體 就是凱西亞 為什麼這麼好的條件的 去找一個這個樣子 反正什麼叫這個 年輕的去找一個 年紀比較大的女生 一定有個特殊的 如何如何如何 像吧 對不對 這個我們都正常來講 他應該會找一個幼馳的 嫩妹 有錢家的富豪的二代 都有可能發生 這個東西都無限想像 這怎麼蓋得住 他的家鄉的人都知道 那女生家鄉的人都知道 我只能說他們目前 當初的預期 跟後來的反回饋 是完全大鄉進庭的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忍受這樣的 那三部我請教你是日本人 你覺得他這樣的 離婚的理由合不合理 我覺得不太合理 雖然是媒體是太過分 但是那個離婚是太誇張 所以我覺得不太合理 而且有些人也覺得 那個什麼結婚期間 明明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離婚期間 可以做的事情也有 例如那個跟媒體吵架 或是那個他有錢 已經成功的 所以他可以搬到海外 也是一個 搬到海外去 方法 是是 崔芬老師怎麼看 我會覺得他有一點假 隱私之名行控制之實 然後我覺得他真正要 他一直說他保護不了 他的太太跟家人 可是我真的覺得 他要保護的是他自己 因為我可以體會 他非常重視隱私 隱私他需要有自己的空間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相對的他的隱私 已經是剝奪了別人的 那個就是我覺得 你我覺得 剝奪了配偶權 對 我覺得他剝奪了人家想要曝光的 這種心理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最不合理的就是 通常一般的新娘 不會想要默默地當一個新娘 這個就不符合新娘的心理 新娘通常都會覺得 我找到這麼棒的先生 我會希望大家都來祝福我 成為眾所矚目的眼光 我想了一下 他只有一種可能說 他真的不需要任何人知道 我非常怕打擾 只有說這個新娘 他有人群未必症 可是即使他有人群未必症 像梁朝偉有人群未必 他還是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婚禮 因為我愛我的另一半 所以我其實會感覺 他真正的就是一直強調隱私 主要是限制別人 去接近他的太太 然後他很重視生活的秘密性 然後我相信他的個性 因為從他的樣貌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所以他可能很在意外界的眼光 不知道別人會怎麼評價我 因為我沒有把握 所以我真正要保護的是我自己 而不是他的太太 他所有的一切 我都覺得他控制是很大的 我控制我要讓你們知道我結婚了 可是我卻控制 我不要讓你們知道 我的太太是誰 我不公開 那侵犯隱私的確會對生活 造成干擾沒有錯 可是相對的 我們有些時候也會覺得 在這過程中 假如他結婚的時候 就宣布說我太太是誰 這個過一段時間之後 是不是整個風波就沒了 我其實會覺得是 如果說你就說 大家就沒有好奇了 對 你又不講你太太是誰 那到底是什麼婚姻 他其實勾起別人的好奇心 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活在 自己的世界裡面 就是完全不理解別人的想法 跟別人的就是 我在想 說不定他有這樣的可能 他完全專注在他的滑冰世界裡面 他不能理解別人在這樣的狀況下 是會好奇 是會更想知道 是會更 會去追這條新聞的 那他好像覺得只要不公布 你們就會不知道我太太是誰 我就不會被干擾 那我就覺得這個太不符合 人的心理狀態了 我補充一點 我 崔芬姐講是一種可能 這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我認為以現在的證據來看 現在麻玉子有無限的開火權 開婚了 我IG寫一篇就好了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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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是 我現在已經不是他老婆了 我現在也許我看不到日後 可能日後就像我講 就像可能像崔芬講的 真的是這樣講 我被他冷落什麼有都沒有的 但是目前為止 你看得出來麻玉子沒有任何生命 有 我幫你補充 麻玉子有開火 就是在我們要談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一些細節有出來 但是 是官方的嗎 對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是不是麻玉子本身講 但因為日本很多這種媒體 都會開始報導 他就有講一些細節 他是說 麻玉子在跟與生結嫌結婚的時候 有兩個條件 他是願意答應的 第一當然就現在就是說隱姓埋名 就是好 我就完全不要公開我這個人 因為與生結嫌太受到懷疑 怎麼可能 沒辦法 你要嫁給這個人 你就是得推 甚至這是實務上做不到事 那第二件事情 所以還是他提出來的 沒有 還有第二件事情他也做到了 就是我從此退營 我不能在公開場合表演小提琴 就是我放棄我的工作 他也同意了 所以這兩件事情 他完全吞人 這是與生結嫌要求的 他同意 同意了 好 但是這個媒體報導當中就是說 真正拆散他們的婚姻是在於就是說 我現在為了你 我都已經這樣子了 我根本連你的面都見不到 他說與生結嫌不能離開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黏他黏得非常非常緊 與生結嫌的媽媽黏與生結嫌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個花式滑冰選手 小時候就在學了 這種都是會學走路就開始在學 他的媽媽要花多少心血去栽培 這樣一個天才型的少年 到現在為止 當然他生活 因為他只要學好滑冰 他所有生活起居 都是爸爸媽媽在打理 你可以想像也不能完全怪他媽媽 所以 多年啊 媒體只有這樣講 意思就是說生活起居各方面都是媽媽 還是媽媽在照顧 所以馬玉子是沒有機會去接近他的老公 所以 嫁他了耶 而且是新婚耶 所以 見不到面 對 所以當然馬六 我也不能說證實說 是不是馬玉子官方說法 可是你從這當中就看得出來 我們每一個都覺得你這個婚姻 蛤 蛤 你 然後那個外婆又說什麼 與生結嫌現在每天都在哭 他崩潰了 你說這個與生結嫌這個男生 說他崩潰了 崩潰了 那這個崩潰有沒有可能也是夾在 媽媽跟馬玉子 因為馬玉子看起來 也是蠻厲害的角色 我覺得他是有祖介的 他不是一個 女性 對 對 對 也許他會 他的幻想是 我都退讓了 我都不要工作 但我協助你工作 那我們何開公司 結果我整個人生被抵立掉 他的公司馬玉子也沒有 沒有任何角色 沒有 但反而是與生的爸爸媽媽 都有角色 姐姐都在裡面 家人都有角色 對 對 那這是 這是愛嗎 那為什麼一個這樣的人 會有這樣的價值跟觀念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休息一下 坐好 坐好 坐好